189年,何俊赵地方诸侯金金贡猪十长市 第一个赶到洛阳的是在河东观望的董卓 董卓在收响了中央禁军和吞并了丁元部分兵州军之后实力大胜 一举掌控了东汉朝局 董卓的势力至少有三个派系 除了自己的嫡系西凉军之外 还有吕布的一部分兵州军和东汉朝廷的中央禁军 实力不容小觑 他们在董卓死后各奔东西 除了断威之外 其余结局都不怎么好 那么董卓死后 其麾下十余名大将结局有多惨 只有一人修成正果 其余无疑善终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牛府、董月、胡枕 断威东汉将军不常设 剿灭黄金起义的黄甫松 卢子等人最先领兵出征时才是个中郎将 即便董卓进京后 也才兼领前将军而已 那时的中郎将韩金亮远非曹操时期可比 牛府、董月、段威、胡枕四人是董卓西梁军中的嫡系 也是董卓麾下四大中郎将 牛府是董卓女婿 堪称是嫡系中的嫡系 他本人能力虽然一半 但是手下一大堆牛人 比如日后的风云人物李爵、郭四、张继 樊丑等人都是其麾下校尉 李爵有个谋士贾许 张继有个侄子张秀也是牛人 董卓死后 牛府和董月不愿投降 结果牛府先杀了前来和他会合的董月 没多久逃跑时又被自己亲信胡斥儿所杀 胡枕在董卓死后投降了朝廷 在李爵、郭四反攻长安时 他被派往迎战 结果胡枕临阵反水和李爵 郭四河滨一处进攻长安 胡枕虽未横死 但是据魏书记载 他是因为害死尤阴后被吓死的 也是死于非命 段威是梁州本地人 和东汉末期赫赫有名的名将段炯是同族兄弟 这可能是他在董卓阵营身处高位的原因之一 董卓迁都长安后 乃是东中郎将董月屯敏持 中郎将段威屯华阴 华阴离长安不远 是拱卫长安的重要防线之一 段威是董卓阵营少有的有贤名之人 他在华阴驻守期间实修农事 不掳掠 百姓安之 而且他心向汉室 汉县帝东归时段威对汉县帝李玉有加 汉县帝迁都许都后段威凤赵逃灭李爵 被封为镇远将军 闻香亭侯 北帝太守 他也是董卓麾下众将众唯一善终和修成正果之人 先后出任大红炉和光禄大夫 建安十四年段威寿中正气 李爵 郭四 张继 樊仇 华雄李爵和郭四在董卓生前地位并不算高 仅仅是牛府仗下校尉 但是董卓死后 因为王允不愿赦免他们 在贾许反攻长安的建议下 大举进攻长安 成为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 两人为了争权你劫持皇帝 我劫持百官互相对质 汉室的尊严在他们手上荡然无存 汉县帝东归后 郭四被不将所杀 李爵被段威 梁兴 张恒等人攻杀 李爵和郭四是牛府不将 华雄则是胡枕不将 演义中的华雄威风八面 连杀暴中 祖茂 余舍 攀凤等人 并击败江东猛虎孙坚 事实上正史中的华雄 是被孙坚在讨伐董卓的洋人之战中斩杀 三国之记载 俯乡收兵 何战于洋人 大破卓军 萧綦都督华雄等 反攻长安的除了李爵 郭四之外 还有张继和樊仇两人 不过两人实力不如李爵 郭四 所以攻去长安后 李爵自任杨武将军 郭四自任杨烈将军 张继和樊仇只是众郎将 后来樊仇被李爵所杀 张继则在汉县帝东归期间 因缺梁攻打南阳时死于流史 其侄子张秀同领七部和刘表结盟囤住南阳 吕布和徐荣吕布 是三国前妻的风云人物之一 他并非董卓西梁军出身 而是出身于丁元的滨州军 董卓进京后 立右吕布杀了丁元 先封其为齐都尉 不久后升为中郎江 在和王允合作杀了董卓后 吕布又被反攻长安的李爵和郭四等人 击败退出长安 先后在袁绍和河内张扬处落脚 没多久陈宫等人迎吕布袭取燕州 经过几番大战被曹操赶出燕州后 又被刘备迎入徐州 刘备引狼入室徐州被吕布袭取 199年曹操和刘备攻破徐州吕布被杀 和吕布一样 徐荣也非梁州军出身 他很可能是中央进军中的高级军官 徐荣在正史中的记载虽然不多 但他却是三国前妻难得的大将之才 他曾两次击败骁勇无比的孙坚 并在行阳之战中大败曹操 三国有此战绩者实数不多 可惜徐荣生不逢时 李爵和郭四反攻长安时 因为胡枕阵前突然反水 徐荣寡不敌众在新丰之战时 死于乱军之中 至于贾许当时只是校尉李爵的幕僚 张秀则只是张继的侄子 虽然也是属于西凉军 但地位不高还算不上董卓的大将就不多说了